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周先生 晚點下雨了 要不要我去接你回家 好 周先生 你是專業的 你說我的演技怎麼樣呀 差 周先生 別再冷戰了 你給我個台階 給 那我下啦 我念錯名字 你的網友把我罵 你要不要幫我說句話 這就是愛情吧 就是愛情吧 一個胡亂說話 一個一言不發 就是愛情吧 就是愛情吧 周先生 你同意嗎 對 你看他理我啦 誰說我卑微呀 理但純粹就是嫉妒我們倆 周先生 你說哪 周先生 你說哪 周先生 你說哪 你看他說的多好呀 啊 啊 很喜歡賛 这就是爱情吧 我们不懂呀 真是让李国庆 嫉妒到摔杯子 这就是爱情吧 我们不懂呀 只要你们俩能开心 就好吧 一次参加吐槽的节目 对 和看的感觉不太一样 你是真紧张吗 之前 会 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吐槽什么 所以很 对于这种未知会很恐惧 但是说出来也 也无非就是那些事而已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而言 我比较难以承受 就是真的是个很严重的事物 我觉得挺 非常的不礼貌 你自己 对我自己过不了这一关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看 但今天当大家来说这个事情 我也再次公开道歉之后 我会觉得说可能我自己在心里上 可以锅这个关 要不然就会一直在那卡着 我会很恐惧说人名 然后每次就是越恐惧你就会越担心 要不然也不会有后面的口误 其实是你越害怕就越会出色 当人特别多的时候 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的运气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它几个事 连在一起 实际真实发生是几天 一个礼拜吧 一周 对一周 因为我那一周主持了四场大的盛典 这还是说明火 我怎么一个盛典都没有人找我 你有 各位盛典的导演 我可以的 你明明主持了时尚先生的盛典 因为我还特意关注了 时尚先生 对 其实确实没想到 迪利热巴鼓临纳扎 我完全知道是谁 对 那一刹那也不知道怎么的 其实我低头看了眼手卡 手卡一拍名字 第一个是迪利热巴 我看完手卡一抬头就喊了迪利热巴 结果发现是纳扎 所以因为一发生之后 你就会觉得 哇塞 这个事闹大了 真的糗大了 所以就完全乱了 但是你没想到过 它会发酵 对不对 我自己发酵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我更大的压力来自于我自己 但确实会到这样的程度 我完全没有想到 你没想到外界会发酵 没有想到 我真的认为 今天的观众是宽容 某种程度上 大家是把这个事 当成了一个娱乐事件 是的 但是我很感激这些鬼畜的发生 包括大家 就现在其实因为这个大家的一笑而过 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就是如果他们一直在揪这个错 我觉得我会成为那个真的过不去的那个主持人 就是我实事求是 我不是为了刺激你 OK 有些鬼畜做得很好笑 真的 真的很好笑 鬼畜视频出来之后 整个氛围都发生一些改变了 就是我反倒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 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跟我说sorry 然后说了 如果真的要跟我说sorry 他们会 对不起 我不是在说你 就是那样子 所以让整个一个风评 发生了大的逆转 对 所以现在我也释怀很多了 要不然也不能来投票大会 所以朱丹你还是勇敢的 你来这周一维是什么态度 周一维他就说 你自己想好 这是前提 然后如果你要去了 你要有那个心理得强的 对 你得有那个承受力 然后第三就是 大不了我再回家陪你打乐高 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 就是在打乐高 就他只能陪着我 所以他知不知道 他一定会被提到 当然知道 其实你真的应该问他 周一维你有没有准备好 因为我这个出来之后 不可能不说你 完了 那我不是又给他招黑了 不至于 今天大家说的 我还是说那句话 说破无所 我觉得 其实与其我们两个人这么 在面对外面的声音 这样各自暗暗的 肩并肩着 扛着硬撑着 那不如敞开来吗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 我们两个就在风雨当中 酣畅淋漓地跑一圈 好 也挺好的 也希望2020年 看到更多你的节目 说实话 因为朱丹是一个好主持人 谢谢 再次感谢朱丹来到图表大会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鼓励 谢谢 谢谢 因为就像你在最后说的 你是个主持人 你有资格来说一些话 所以谢谢你说的那几个字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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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